九十二月 有一個列車 有一個推力 這個列車 我們這樣畫長方形狀態是列車 這個叫做隔離體圖 有一個推力 我們這樣表示一個戰爪F 推力就是二乘十的五次方牛頓 以知這個車的質量 就是三乘十的五次方KG 就說 球列車加速至 一百二十五MS-1所需的時間 忽略摩擦力的影響 你看到這個問題 首先 這輛車只有一個靜力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說 摩擦力 即是 摩擦力 就 不考慮了 即是不考慮這個摩擦力 不考慮摩擦力 不考慮摩擦力的時候 即是說 這個車所受的靜力 就只有這個方向 當然你說 咦 咦 為什麼不應該還有一個力 有一個重力 那你應該有一個磁浮裂車的浮力 向上托著它 沒錯 你說得對的 這裡有兩個力 但是 因為這兩個力 都會剛剛不相等 這個垂直方向 車是沒有動動的 如果它不相等的話 就會動動 即是說 這個方向 我們都不需要考慮 暫時這個方向 我們都不需要考慮 簡單來說 始終就是 我們都是一個 水平方向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可以用 F 等於MA 寫下 靜力 就是 2乘10的5次方 我們現在的力 向這個 向右的方向 即是加速度 都是向這個方向 我剛才說 力 和加速度 是同一個方向 M 單位是KG 可以放下去 A 自不然 A 按數機 按到 0.66667 MS-2 記住 我說了 不過 加速度的單位 應該是MS-2 對吧 這個單位是要留心的 好了 我們 照正計 就是三位 不過 因為 我們還要再計 所以多拿幾個 好了 計到這裏 我們知道它的加速度 但是 題目是問 什麼 就是 什麼時候才可以加到 這個 120 MS-1 由 靜子開始 就是 U等於0 A 剛才已經計到 這個加速度 就是0.66667 乘時間 你想要去到120 那自不然 計到T 120 除0.66667 計到T 180秒 就是這樣計出來的 就是這樣計出來的